原警或报到场将男子压制在地搜身 因为他身上藏了好几把刀 刚刚还发生冲突 疑似要追砍里长 原警仔细搜身 确认男子身上没有藏刀线 将人带回 事情发生在台南 这间房屋长期堆积回收物 日前还曾发生火灾 附近居民实在很困扰 请里长帮忙处理 没想到对方不高兴 不买回收物被清理 冲出来殴打里长 里长惨变人肉沙包 里长脸部胸口都受伤 因为清理回收物 让男子不高兴 打完里长还进屋内取刀鞋贺阻 疑似要追砍里长 里长吓得快跑赶紧报警 他就是后面第三斤 手的都要七斤桌 远难与选举无关 远难依伤害罪及无故 期待刀蟹移送法办 长期堆回收物品 邻居很困扰 请里长处理 没想到要帮忙清理时 却让对方理智线断掉 殴打里长还拿刀蟹贺阻 被依法送办 记者赖冠章 长江山台南采访报导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